1月1日,有巴西特朗普之称的伯尔·索奈洛,正式就任总统,开创了巴西30年来的首次极右翼政权。 他上任后的第一次会议上,公开表示,巴西要打扫屋子,这意味着,他要清除过去那些为左翼政府打空的人,或者是同情社会主义和左翼阵营的雇员。 根据媒体的报道,他们被称作政府的外包商,一些政府的相关服务,都由他们来提供。 在2003年之后的十多年里,巴西一直是左翼的劳工道执政,直到2016年才有右翼政党执政,不过右翼政党也并没有获得民心,一直被老百姓诟病和左翼政党一样,产生了诸多贪腐问题。 因此在去年的大选中,博尔索纳罗这名认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巴西军是独裁统治的前军官,以及连续七届的议会资深议员打招清楚腐败,反对左翼的旗号,获得了大选的胜利。 因此,他就任以后1月2日的第一次国务会议上,就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。 所谓的打扫屋子,就是要把左翼思想从政府中清除掉。 媒体称,所谓的清扫,其实是一场清洗运动,因为伯尔索纳罗一次就解雇了三百名雇员,他们都是给政府负责各种活动的外包商。 总统办公厅主任洛伦佐尼说,这是用我们的思想,我们的理念来治理巴西的唯一途径,也是实现巴西社会多数人选择的唯一途径。 博尔索纳罗说,这些人并不支持右翼政府,而支持和同情劳工党的社会主义政府,但是他们已经下台了,现在他上台,当然要用自己人。 他还补充说,如果这些政府股员们,能够通过未来,按照自己意识形态倾向的评估,可能会被重新聘用。 这场清洗运动也是有界限的,不会影响那些通过竞争性靠视,进入公务员队伍,并受限把保护不受党派政治影响的公务员。 但是博尔索纳罗表示,未来会用同样的方式,来处理各个政府部门的事务。 我们有勇气去做以前政府未能做到的事情,一开始就清理房子。 被称为巴西特朗普的博尔索纳罗,对左翼政府没有什么好感,称他们让巴西沉沦,在一日一日就聚一世上。 他公开演讲时宣称,巴西已经从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正确性中解放出来,他的演讲立刻获得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。 特朗普在推特上对博尔索纳罗进行赞扬,称演讲是极好的。 博尔索纳罗对劳工党的左翼政府的态度,还体现在他对国旗的标述上。 他指责劳工党的红色旗帜不适合巴西,称巴西的国旗永远是黄色和绿色的,永远不会是红色的。 你如何看待巴西极有一总统? 点击头像,查看更多分析文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爱菜哦。